好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這個Google Chrome的使用 我先問一下 請問 您平常用的流亂器 大概 用IE的最多碼對不對 好 那其實你真的可以考慮看看 除了IE 還有很多其他的流亂器的選擇 包括了Google Chrome 然後還有什麼貨物有沒有 Fibub最近有漏心 長的跟Google很像 長的跟他蠻像 事實上我沒有找用 還有像什麼 如果你是蘋果的就是Sufferry 有另外一個叫Sufferry 然後還有其他的 那Fibub怎麼樣 好像都比愛好一點 所以您真的可以嘗試看看 那麼一般來講 其實大家一開始在用這個Google旅覽器的時候 通常會有遇到幾個問題 好幾個問題 我這邊呢給各位有把它列出來 您可以稍微在這邊看一下 第一個 好奇怪 沒有守戀 因為大家都很奇怪 用阿姨是不是叫一個叫守戀 對不對 但是很抱歉 不過阿姨我沒有了 沒有 那第二個呢 我的罪愛不見了 因為人家比較我的罪愛 他叫Sufferry 包括我不一樣 他也叫Sufferry 就是沒有人最愛 我的最愛的 因為其實 我的東西現在也跟上我的最愛 有嗎 有 請問你愛多少 我愛一大女 愛一大女 對不對 每個都愛到最後呢 每個都不愛 因為Google比較快 對不對 除非 其實我現在用我的最愛的機會也少很多 為什麼 除非有幾個可能 比如說我們內部網站啊 或者是我們辦公 就是公務上需要的那幾個特定網站 當然交換那邊比較快 可是 平常如果你要找資料的話 幾乎現在用到我的最愛去找的 機會少很多 不管說沒有 但是至少少很多 因為 常常都是那個也愛那個也愛 交代最多好事 每個都不愛 齁 因為你出現一大圍吧 還是你的 我的最愛一大圍 最後就連找都不好找 所以就只好用Google啊 好 那再來呢 有一個 這個愛一也是後來有遇到的問題 你如果是好像應該愛一八也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一點下來 就直接就蠢了 有沒有 但是你都搞不清楚要放在哪裡嘛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知道一下 還有一個 其實愛一也有的功能 只是聽到大家 比較少去用到的 請問 你有沒有可能 一打開上網之後 你看了好多網頁 還是你都很專一 這個網頁 沒有看完 不會離開 不可能對不對 我們常常看完 上網以後就 喔 阿主的夜間 真的好開來多了什麼 視窗 請問你 如果已經時間快下來了 或者是 欸你剛才要出門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 阿不比之下 電腦打開之後怎麼樣 是不是要重新再來一次 所以有些人可能捨不得 就這樣 假設我拍了十個頁面 就把這十個加入我的罪愛 然後 下次就不會再看了吧 這樣 還沒達到我的罪愛以前 就不用加入我的罪愛 不然的話還要整理阿 所以其實這個起始畫面 它有一個很重要功能 如果你今天看了十個頁面 怎麼辦 下次電腦打開之後 再回到這十個就好了 你就用每次都從首頁開始 好那我們就先看這幾個好不好 所以我先找到這個地方 你看喔 找到這個 您看一下右上角 在Google的這個 選單喔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 在右上角 好您可以找一下 往下走 它會有一個叫做 設定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設定 好你從這邊進來 好點一下 OK 那進來之後呢 我要給你看另外一個頁面 好進到這邊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這裡有 有這裡 第一個 有沒有一個叫起始畫面 在後面看得到嗎 有沒有看到第一個叫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 預設的話就是 它會怎麼樣 開一個新的頁面 或者你平常 喜歡首頁是哪一個 你就可以從這邊指定 那通常我是不用這個 我都選擇第二個 所謂的繼續瀏覽上次開的網頁 那就算你開了二十個三十個 也沒關係 它下次會開那麼多個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各位會議一下 不過的優點也是缺點 因為 不過每一個分店的機體都是獨立的 所以 當你開個分店越多 但你用到的機體越多 好 所以 還是要不要太誇張 機體夠的沒有關係 但是機體不夠的 就不要一次開完叫 開二三十個 那可能你會發現 打開的速度會慢來一點 好 因為機體都非常用光 所以你說 大概十個以內 我想這樣子 應該各位在打開的時候 速度會快很多 好 這是第一個 它也很重要的 我們平常用IE 你就去做什麼設定 完成的時候 是把一個確定 有沒有 其實你如果去 一般設定的話 你就知道它這個確定嗎 但是 Google的 調理之後 好啊 這樣定了 所以你如果今天 假設我點了第一個 它沒有 在那個確定 所以你不要說 那個確定在哪裡 沒有 就直接生效了 就直接生效了 這是第一個 那麼第二個呢 你往下 再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 外觀 我們剛剛看的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在這裡 有一個外觀 預設的話呢 很抱歉 沒有顯示首頁 沒有首頁 什麼叫沒有首頁呢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在這裡 你看在上面這裡 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我這裡 有一個小方式 對不對 但是各位 所以你後來機一開始的時候 是沒有的 一開始是沒有的 所以 那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我在這邊的話 如果我把這個關掉 上面會直接不見 來看一下 有沒有 沒有按確定的 所以你只要點一下 是不是跑出來 這個 是不是跑出來 好 所以這個地方 您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我剛剛提到兩個 一個呢 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 所謂的起始畫面 起始畫面這邊 好 你可以選擇第二個 那這樣你就不用擔心 我的工作的什麼 提摩集會被打斷 對不對 不然你今天來 沒有全部都重買一次 再來就是那個首頁 因為首頁說真的很多人 很奇怪的首頁 可是就這樣 就 他就預設就沒檢視出來 好 這個 稍微留一下 那還有兩個呢 一個在哪裡 下載的那個位置 好 下載的位置 那下載的位置 就比較裡面一點點 比較裡面一點點 我們剛剛是從這裡 我盡量稍微講慢一點點 因為 各位畢竟這個 現場沒有 電腦可以操作 一樣是從我們剛剛的設定進來 只是他在比較下面 我們剛剛是從這裡進來對不對 好 你進來之後呢 捲到最下面 往下捲 他在最下面這邊 會有一個叫做 顯示更多 有沒有一個顯示進階 這個地方 你可以把它打開 這裡把它按一下把它打開 好 在這裡你就會找到了 要往下走 好 看到了 就是這裡要勾起來 就是這個地方要勾起來 因為預設子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下載還是會下載在哪邊 我的文件檔 對不對 我們一般也是這樣子 那麼這裡其實也是一樣 只是我們通常還是會希望說 你還是讓我知道一下 我想要放在哪裡 對不對 不然每次一點就 哭 不見了 好 那你要找就比較不容易找 其實萬一啦 如果真的 我就是沒有做這個部分 你也可以從這邊 從上面這裡 你可以看到齁 在這裡 萬一你真的就沒有選 可是我想要知道 我曾經下載過檔案 放在哪裡 這裡你可以看到一個叫做下載 我們往這邊 看一下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下載的 對不對 那你這樣點進去呢 其實我們就會看到說你曾經 下載過檔案 他都會把你怎麼樣 列出來了 有沒有 列出來了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 直接從這邊告訴他 這裡有一個在資料夾中顯示 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麼他就會自動打開檔案頭管 就是跳到您下載檔案的那個位置去了 所以其實有幾種方法 你都可以參考看看 哪一個方式你覺得比較習慣了 一般來講我還是比較建議 會上修改一下他的預設值 可能你在用的時候會比較煩 因為他每次下載就會先問 先問你說 想要下載在哪個地方 自己決定 只是預設值會 還是指定下頭的文件裡 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看到幾個 那這樣子的話呢 各位應該就會比較 稍微比較清楚一點吧 這個 比較特別一點一點的一個 那個地方 讓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這邊 在這裡 有沒有 那只剩這裡還沒有講對不對 書籤 他的書籤好簡單 因為 比較重要的我們稱作什麼 星星 對不對 你看 這邊 有沒有看到 右上角這裡有一顆星星 這個就是加到 書籤 也就是我的最愛 那當然如果您 可能現在本來就有這個IE 對不對 好 您可以從一樣 從右手邊這個 這個標準選單 其實我們現在 我的29版本 也是找像這樣 你就是從右上角那裡去找 從右上角去找 就可以找到 所以我從這裡 點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叫做 書籤 看到 有沒有 您可以從這邊 進到裡面來 好 這邊就有書籤管理人 當然 如果您覺得 想要把那個書籤那一列 把歷史的出來 你就可以 顯示書籤令 當你從這邊按下去的話 他會把書籤 加在這一列 加在這裡 我這邊點一下 因為我現在沒有 好 有有 他就會出現在這裡 好 我把畫面拉遠一點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書籤 又跑出來在這邊 好 所以其實 名詞不一樣 顯示的位置 有一點點差異而已 事實上都是相同的 不是相同 這叫做書籤 你可以稍微再試看看 因為這個的話 偶爾也是會用到書籤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 針對大家必修的 這幾個 有沒有都會了 欸 怎麼會 有沒有 有人必修 怎麼會 我都有聽那個 教育廣告在哪裡 中午的 自己這裡看 麻糬同學會 他裡面就有一句話 不愧的 大家一起來學會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就把這幾個先講 等一下我再講下面這幾個 我就把這個 這一段我先到這邊 結束一下